数据呢就是2018年我在这边咨询提出了这个数据 那现在2022年经过四年了 那部长你猜猜看这个数据在经过四年后的变化是怎么样 过去原住民族婴儿死亡率比全国高出一倍之多 到了今日陈寅看着人为缩小的差距感到相当难过 还是向卫福部喊声一起努力 但谈到族人与全国健康的差距问题就不得不提到 停滞多时的原住民族健康法准备启动了吗 有关于健康是全民的健康 不管是原民或非原民都是我们所关注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再来成立新的单位 我觉得可以不用 但是有专责的人来办理 我想这是一个至少要做的一个方向 城市中点出目前院版原建法 人卡在设置专责机构及基金无法达成共识 现阶段则以各项计划逐步解决原住民族健康问题 但这样的说法立委还是不给过 部长做是一件事情 但是那个源头就是法嘛 当你没有法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你们到底做得如何啊 没有办法去评价呢 好 好多久 这不是我能够去 我这一定会尽管 交代政委一年之后 针对原建法征典 廖国栋表示相关单位从未与各界沟通 让法案就硬生生卡在行政院排审阶段 新会期法案审查开跑 民间团体期盼原建法能在这次搞定 就怕拖到越后段的会期 法案成立的机会恐怕越来越渺茫 有些新闻阿斯昏DFD法院采访报道